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老公呢 就一直从他出生就在香包 我们都是吃在香包住在香包 然后什么都是工作在香包都在香包厂 香包本身定论的就是来帮你承载你想要的跟不想要的东西烧在里面 它是你旅行中的一个伴侣 香包也是我们在度假旅游中的一个中点 所以我们的品牌叫缺我mate 缺我就是旅行 mate就是伴侣 而我们全部是从自己研发 自己生产自己去看货在销售在售后 全是我们自己一条龙的在走 所以呢 香包一定是我将来人生中 走到最终点再传承给我们家的 香包我已经有到现在目前为止 已经有整整两年没出货了 有一次很巧人的机会 让我碰撞了这个啤酒 就是我们整个这一号的感觉 我们师傅就会记录 这个小麦 那么我们是在一号罐里面 那它在这里的话呢 会加个二十天 那么它才可以出酒 出酒的话呢 它是需要打到一个乳和精罐里面的话呢 输出那个打酒强烈的 才可以打出酒 真正的啤酒是通过发酵 周期发酵 才会体炼出来它的寒酒精浓度 那肯定是健康的 在我的这一块产业中的话呢 我觉得希望大家能够喝上健康的啤酒 所以这就是我最香包跟到精养啤酒的一个在转换度 最终的话呢 人生还是得回归你的尸体 做工厂一定是我们的尸体 我们走到工厂才会感觉到 安全安心 不会说像包租工一样的 你做包租工是很有钱 可是它没有安全感 没有技术含量 它只是靠钱滚钱 钱滚钱 但是真的哪一天像这种疫情来了 就是考验我们的技术 你死打死的有 疫情多少人退厂房的 那你厂房就租不出去了 写字楼多少不租的 那如果是我们干实体性经营的 我不管 反正你都要吃喝用 现在不用 以后都用 在疫情情况下的话 你一定要充实好自己 把自己的能量 自己的事做好做精 因为香包现在已经开始又复苏了 所以香包的话呢 它一定是一直走 一直有前景 香包厂啊有些会走下波线啊 那只是它的企业的管理 跟它的规划出问题 真正这个产品是不可能会衰败的 所以这个呢一定是我们走完 传承给我孩子的一个产业 给大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